艾斯卡罗是七大罪之一 罪名为奥曼,温身为狮子 人格与体格会使在早晚时间而变化 午夜时,斗戟是王国升起时最低水平 随着太阳升起,力量逐渐提升 战武时到达全盛,他对马里很有好感 他在通行令中的样貌为下巴长护子的中年老人 是非常帅气的中年老人 目前,他的外观和他在爱丁堡吸血鬼的外观基本相同 过后,他便增加了小护子和一副眼镜 他穿着服装是调酒时通常穿着西装 在他第一次正式出场时,他暂时戴着眼镜 艾斯卡罗出生于40年前 他是卡斯特利欧王国的王子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 他的哥哥戴蒙德因为妒忌父母那么宠他 所以哥哥一直欺负他 直到有一天,他的力量被呼吸 他不小心折断了他的哥哥的手臂 他的父母开始对他六亲不认 因为他突然变成奇怪无法解释的外观 不久,王国的部队开始追捕起来要杀死他 后来,他被一名叫罗莎的善良女人救出 他把他藏在一个桶里,并将他定位在海上 他火了下来,但无论他去到哪里 即使他帮助其他人 人们仍然称他为怪物 直到他遇到玛丽和美丽奥达斯要求他叫做七大罪 他自身魔力为太阳,是和太阳有关的魔力 随着太阳升起力量逐渐提升 正午时到达全身 他会具有巨大的魔力和危险性 在夜晚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瘦弱的形象 衣服和裤子特别宽松 为人极其自卑,却怕自信 认为自己不该身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身负诅咒对自己产生了恨意 认为自己一笨无趣,低声下气 瘦小人落,犹罗果断 对玛丽很有好感,认为他美丽端庄 知智多么,优雅善良,风趣巧皮 他很尊敬美丽奥达斯和玛丽 这个时候的他连神技都抬不起,切发力量 他只能闪躲敌人的攻击 并且闪躲技术也是一流的 在清晨时段,长出了结实的肌肉 衣服也变得合身,眼神也变得非常傲慢 同时十分自信 力量增强明显,能单手拿起沉重的神器 在开始,变得目中无人,具有强悍的死力 并且随着阵武的接近,死力还在不断增强 居罗有在不断的增长 在圣武时段,变得非常强壮 与自己衣服显得特别紧身 力量极大,魔力非同寻常 轻松钢琴神服 此时,他变得极为傲慢 但人就有不改喜爱做事的习惯 此时的艾斯卡罗太过危险 会被马林的高射强制不睡 接近正五时段 他变得特别强壮 上语已经被撑爆 力量就大到能够危险到以武力则撑的世界 切篮 不需要动用全力就能将切篮分尸 于切篮的赌注中 全力一级直接下走斗级到达4万的切篮 导致切篮被自己真实的能力影响实话 在正五时段 艾斯卡罗的力量随着太阳升起 每小时都在增强 迟到中午时分会到达顶点 在那时,只有一分钟 他将会变化成无敌的化身 其名为天上天下,为我独注 化为无敌状态的艾斯卡罗 与肉体结下 完全魔神化的 美丽奥达斯的一级 神仙斩 他毫发无伤,直接的仰 其后,编语一招 圣剑艾斯卡罗 一剂斩倒美丽奥达斯 艾斯卡罗首次引入故事中 是在漫画第148画中 他当起了酒吧的主任的隐居生活 由于一直隐居 他并不知道 王国已经撤销了对七大罪的通缉 杰丽卡带着受伤的班 逃到了艾斯卡罗的酒吧 因为他们被使节的 切兰和梅拉斯丘拉追捕 艾斯卡罗看到了受伤的班 他问杰丽卡 是不是圣骑士 是不是下一个要捉他了 杰丽卡对他解释说 七大罪现在不是罪犯 已经喜庆嫌疑了 现在可是大英雄了 然后,他紧张地问班 马领没事吧 班回答说 他和团长在一起 所以应该没事 过后 他知道班被人追捕 他赶紧把他们藏在柜台深处 随着 时间已经到达现场 吓得艾斯卡罗躲起来了 切兰在寻找班图中 突然被酒精给分散注意力了 卡利哥拉 梅拉 斯丘拉一起喝酒 他们没想到 3000年间 酒精能进化到如此美味 让人喝了一杯会再来一杯 让人觉得好爽啊 艾斯卡罗问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回忆 他们是魔手王磁鼠的精英 十戒 在兴奋之下 切兰打造完各游戏 他知道 班他们就敞在后面 如果艾斯卡罗赢了 就放过他们 而游戏内容就是 一对一的互相残杀 双方拿起武器 决定后攻击顺序给对手一击 限时的一方算输 艾斯卡罗 吓得发抖了 这个时候的他完全没有战斗力 这谱就叫他去死吧 他提一换其他的游戏 切兰说 如果拒绝游戏的话 现在就马上杀了所有人 艾斯卡罗 边斗边哭的说 我干了 这时 切兰欣赏他的胆量 轻轻的敲打了他的肩膀 他再次且是游戏内容 要玩游戏 便不容许放弃和逃亡 若倒破城 会被真实的接近诅咒死化 不过 当前蓝转头一看 艾斯卡罗已经运去了 他不就轻轻拍了一下肩膀而已吗 就这样 过了半天了 已经早上了 他们见 艾斯卡罗完全不起的 是不是死了啊 这时 前来开始觉得有些热了 前来看见 墙上有一把如此美丽的战斧 他猜测 想推出出某位名将的作品 他好奇 拿起来才发现 如此的重 而且 设计有问题 按照这斧筒的重量 应该配三倍长的饼才行 作为双手 斧的话 饼也太短了 艾斯卡罗把斧筒给抢过来了 他解释 这把叫神斧地塔 这是冠以被太阳所挨的少女之名的战斧 可不是 生活在黑暗中的魔神族之流 可以触碰的 艾斯卡罗开始用傲慢的语气 说他们 真是愚蠢而倒霉 进来 特地为了巡视 来到了这偏僻的酒馆 前蓝号奇他 是不是刚才的店主 明显不一样了 问他 你是不是人类啊 艾斯卡罗回答 我是人类 只不过 同时已立于 所有种族之上的存在 七大嘴 傲慢之嘴的 艾斯卡罗大的 前蓝大笑他 口气还真不小啊 他说 艾斯卡罗简直就是一团傲慢的结合体 艾斯卡罗也跟着大笑 就突然 把前蓝砍掉了一半 他说 那便是傲慢之嘴 这一幅感下 吓到了身为实际之一的拉梅拉斯丘 他说这一集 这样的人类 在3000年前可不存在 不过 他叫艾斯卡罗可别太得意 游戏还在继续呢 奇兰再次的复活回来 把断掉的身体结合起来 他告诉 这样的力量可杀不死他的 艾斯卡罗回答说 他知道 不然游戏就害不起来了 拉梅拉斯丘说他 仿佛故意不一起杀死奇兰而放水呢 越听越接的傲慢 不清楚自己实力的愚蠢人类 这时 奇兰要他后悔没有一击干掉他 他使出 灵界突破 这招是把 奇兰武力提高至极限境地的 简单又强害无比的魔力 奇兰本来是为了 很美丽奥达斯战斗才特意保留的 这时的奇兰 斗技可是拥有4万的战斗力 这让艾斯卡罗大为震惊 然后 奇兰会动长矛 虽然艾斯卡罗的肩膀 发出今天动地的攻击 希望这前列一击 可以击败傲慢之罪 但 无惧于是 艾斯卡罗叹气了 他对奇兰的全力一击感到失望 现在 轮到艾斯卡罗攻击的 他释放出一种强烈的霸气 由于艾斯卡罗霸气 惊吓到了奇兰 他感到恐惧而打破了他自己的誓言 并且试图逃跑 最终导致自己中了自己的诅咒 石化 艾斯卡罗对他感到失望 即使是古老的魔神族 也看不出死亡的恐惧的样子 以本人作为对手 也是无款奈何的事吧 接着他问另一个时间的拉美拉斯丘 让他自己选择要逃或者死 毕竟他也还算是个女权主义者 凡感到不对劲了 他叫艾斯卡罗小心那家豪的招数 不过太扯了 那家豪已经死出暗淡之间 把艾斯卡罗的灵魂抽出来了 接着他把艾斯卡罗的灵魂给吃掉了 就这样轻松的解决掉了傲慢之罪 突然他觉得全身不舒服 身体好热 腹部中充满着火焰 他全身都被火焰燃烧了 此时 灵魂回到了艾斯卡罗的身体 他说 阳光浮躁 伟大的物质魔力 在几拜他们之后 他靠书班 他需要和他讨论重要的事情 并与命令塔留在那里等待网上在意 到了网上 如果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壮汉 太阳下山就像下立马从最强变成最弱 是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家伙 艾斯卡罗的个性 随着周约的力量而剧烈变化 到了网上 他平静下来 顺从而不知礼貌 然而 在他傲慢 自夸和发现的那一时段 他把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 认为自己是最强的 他也记得他所做的一切 在网上 他会责备自己在白天时期控制 但他保留着 白天或网上的一些个性特征 比如他对玛丽的感受 和对血实的喜爱 即使他有着骄傲的个性 他仍然以自己的方式 关心他的同伴 他在童年 遭受了一个糟糕的回忆之后 他也习惯以其他人称他为怪物 因为他的土的身体变化 即使是魔神族的人 也一样拒绝相信他是一个人类 他是傲慢之罪的艾斯卡罗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麻烦你在影片下方按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 还有按个铃铛来收看第一影片的消息哦 粉丝们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